这也是个斗笔的老板 我炒三套装备 第一套破碎加满天花雨是正经的装备 100级时段装备 加上愈清爵 利耐装加极限高属性 武器的话应该用个750左右的 比较有性价比 638除以3 再加上一个468 综合的话680 这把武器一顿操作猛乌虎 属性是真他妈垃圾 我还看了伤害648 我以为是爆了几点的 原来是打的太阳石 这把武器就是一个3万块钱的东西 失败了三次 双装害一封印 你别说武装剪破烂还真是剪了 光明正大的剪破烂 带着无级别带着封印伤害的零食 这个还打造了八段新闻石 气血 不够的时候可以给自己点灯 然后又有点逆境的时候 还可以用风来逆转乾坤 平时的话 烟雨飘渺输出就完了 伤害的话是2209 武装能用效力藏刀加八舌愤怒 简易十一段 这个简易的十一段我想知道为啥 为啥这个鞋子简易能打成十一段宝石的何德何能 PK的话 其实输出要的不是速度 要的是敏捷 敏捷才能提高故障 速度不能 这个十一段的鞋子 他为什么十一段 我也不懂 体耐双家的衣服 八舌失败了一次 这个衣服不太行 磁航普渡 罗汉金钟 这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存风系的一个装备 杀天纲地刹存风 这是一个输出加封印 这个是存封印 最后的一套呢 是野兽之力葫芦宝贝 还有一套魔天弓 我他妈的一个天弓三个玩法 好了 兄弟们 这是一个天弓三个玩法 第一个是无级别武器 然后的力天弓 第二个是带罗汉 带磁航的大特技的风天弓 第三个是法系的 就是用雷霆万军 现在109级的魔天弓 原来的那个天弓法术技能 下调到109可以用了 全能型天弓 野兽加228差两点能力极限 加葫芦宝贝 加光辉之甲 加流云暴怒的葫芦宝贝 三属性的灵士八段行为石 三属性的灵士七段行为石 右边的灵士都是一样的通用的 全能型天弓地杀人物 这个号 这个号老板有点 看起来的话 有点像大智若鱼的感觉 就感觉号玩的很乱 很没有 这个 很没有这个路径 线索不清晰 但是从头到尾看下来 就知道你是个得志体美 然后全面发展的 八九点钟的太阳 梦幻西游玩家的新鲜血液 宝宝的话是静台妙题 加静台妙题 一只龟一只高 高速呢 就是能卡药 龟速的话生存能力强 加上雪天赋的话 一万 小 一万两千多血 没啥问题 然后一致加经济法报的 除了初期不易 不易以外的满技能的虚迷 这只利劈 两千零一十二 特性利魄还是顺机 带高神套 这只是死亡 死亡 这只死亡的话有点杀人 10%的几率 让对方进入大死亡的效果 对面在残血以后 每次拉起来就几百血 一个大死亡 直接给按下去 直接让他中个大死亡 他就直接白白了 然后是一只翻页的画魂 这只翻页的画魂 资质虽然差 但是成长比较高 然后 明年能吃15元宵 每一年就会更强 精心一件 加进击必杀 这只宝宝也是一拳 老板比较喜欢一拳的宝宝 就没有高连机连机 这只宝宝呢 就是小玩具的天花板了 咱们也测试过了 通过平坎 有10% 10%的几率触发 泰山崖顶 高连的话 就是13% 然后食物的特性的话 可以再增加16% 大概触发套装的几率呢 有点类似于满天花雨 懂吗 然后高连壁垒 高连壁垒是老板的细节 就平时呢 拿壁垒欺骗 然后骗别人封我法术 封完法术 才是真正的开始 开始评函 这只壁垒加高连 我也不知道怎么舔 只能这样了 但是 肯定老板是故意的 这个高连和壁垒 一定是老板故意的 你从这只宝宝就知道了 老板其实玩梦幻 不是那么正经 人家玩游戏 不是为了 对不对 赚多少钱 不是为了 能达到和别人一样 追求什么样的成绩 老板就是玩出了一个定制化的标签 就玩一个个性的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这是高连壁垒 加上这只须弥 就算是巅峰了 战术鬼才了 这是一只 没有天赋技能的什么玩意 灵符女娃 是吧 灵符女娃好像没有天赋技能 远古造型的话 就是有多丑 你不能说多丑 多怀旧 你们也看得见 一只七技能加高级强力 好用 完美技能的常规 虚弥大海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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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